奥教去使 咱们是接眼前闻 上回说在 这张道陵啊 就要充举飞升 而且呢 还能再带俩徒弟 一个已经确定了 就是自己大徒弟王长 再一个名额 那大家伙啊 抢破头了 张道陵把手一摆 哎 你们呢 不用抢了 而等俗气未脱 谁也做不得神仙 大伙一听 怎么着 我们都没戏 那您圣的名额便浪费了呀 张道陵掐指一算 说明年正月初期 会从郑东方来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是五短的身材 身穿紧缎的棉袄 球皮大衣 此人堪作神仙 大伙一听 那等着吧 早看来不来 转过年来 哎 到了日子了 果不其然从山下走上一个人来 这个人模样挫个 穿着打板 跟张道陵说的是一般不二 那么说这人谁呢 此人姓赵 名叫赵生 为什么张道陵看上他了呢 因为人家呀 名字起得好 咱们说了 大徒弟叫王长 这人叫赵生 俩人名字搁一块 那就是长生 那张道陵能不喜欢吗 所以说这起名字呀 相当重要 你要说您姓梅叫梅命 姓毕叫毕死 那估计人就不要了 虽然说名字起得好 但哪也不能说一见面带着你就上天呢 还怎么样呢 要考验他其次 首先来说 张道陵把这门人弟子去到一块 说今天呢 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小师弟就要上山了 大伙一听 那怎么意思呀 还让我们出去迎接他去 张道陵把头一摇 哎 非也非也 等他来了呀 你们把大门关上 高声辱骂 谁要是把他给骂走了 寄大功一见 大伙一听太高兴了 心里早就憋了一股火了 好 我们跟师傅那么多年 不带我们上天 哪来这么一人呢 好 穿大棉袄就一见面就上天了 太没道理了 被地里骂多少回了 这回可逮着里了 等这赵生一上山 大伙 咣当的把门关上了 跳着脚跟里边骂呀 这洞卷 什么难听说什么 那说 说的什么呢 您自个儿想去 想的太脏了 这不算我说的 好几百人呢 三班倒 没日没夜跟着骂呀 人家赵生呢 也不知道他是 是那个什么耳朵不好 还是怎么一心向道 人家一心向道 除了吃饭 就是站门口听你们骂 愣没把人骂走 溜溜骂了四十多天 大家伙口干舌燥 关键都没词了 不知道骂什么了 张道玲一看也差不多了 这才把这赵生叫进门来 收为关门弟子 这就是一世赵生 叫辱骂不去 收为徒弟可什么没教他 干嘛先让他干活 山腰这儿有一片庄稼地 这算是妙产 让赵生到那儿看这庄稼去 这田旁边呢 有一个小窝盆 小茅草窝吧 哎 让赵生就住那儿 这一天呢 赵生正跟这小茅屋里边待着呢 门也没关嘛 啊 这个看着地啊 就打门口这儿 过来一个绝色的女子 手扶着门框往里一看 说 哟 小道长 奴家我上山 把脚给崴了 啊 我能进来 休息一会儿吗 赵生一看 人家受伤了 不能不让人进来呀 啊 就把这美女啊 请进屋里边来了 这美女往炕上一坐 好 就开始揉脚 揉来揉去 揉去揉来 天可就黑了 哟 小道长 你看天都黑了 奴家我呀 可下不了山了 你借我半张床 我就跟你这儿睡吧 拉开背货 哎 人就躺床上了 早晨一看人都躺下了 没办法呀 自己找了点稻草 扑在地上啊 跟着一委屈 合一而眠 而且人家呢 一躺下就睡着了 还不是说分来复去呀 开始思想斗争 胡思乱想 没有啊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 一看这美女没了 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 这就是二世赵生 叫见色不迷 看了两天地 张道玲呢 把这赵生给叫过来 啊 说现如今呢 练这丹 没柴火了 你上山呢 给我砍点柴来 这赵生 拎着斧子 哎 上了山了 咔咔咔 哎 这一砍 树倒了 这树桩子底下 露出来一窖的金子 赵生一看 心想 我是修道之人啊 啊 求的是长生不老 要是金子没用啊 连第二眼都没看 抱起柴火 忘回就走 这就是三世赵生 叫见金不取 回来路上 这从林子里边 蹭 窜出一只白恶掉镜 斑斓猛虎 叫一般人早就吓尿了 这赵生不害怕 心想 平生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叫门呢 鬼我都不怕 我还怕老虎吗 抱着柴火 迈大步 从那个老虎面前 就走过去了 这就是四世赵生 叫见虎不拒 到了丹房 把这柴火一交 张道陵呢 取出一封银子来 说赵生啊 现如今山上没有布了 你下山去啊 给我买几匹布回来 赵生接过这封银子 哎 下了山 找着卖布的地方 挑好了布 交完了钱 抱起这布要走 掌柜的过来 砰一把 来住了 愣说赵生 没给钱 这就是讹人的 赵生呢 也没跟他理论啊 你说我没给钱 那我就是没给钱 但是我师父要这布 我怎么办 把自己这球皮大衣 给脱下来了 说拿这个 抵这布 行不行 按说 绰绰有余 但这掌柜呢 哎 漫天要件 不依不饶 这赵生没办法 又把这紧断的棉袄 脱下来了 啊 给他 这掌柜的才算放手 这就是呢 武士赵生 叫被污不便 回到山上 哎 张道玲一看 好 自己涂的光是吧 就回来了 微微一笑 说修道之人呢 本来就不该穿那样的衣裳 拿起一件布袍子来 给他胚上了 说行了 没别的事了 你回去吧 这赵生呢 出离了单房 往回走 就看这山路边上 有一个乞丐 跟那蹲着呢 头上掌窗 脚底流浓 浑身上下 都是悬 好 又脏又臭 就跟我似的 又脏又臭 谁看见谁躲呀 可赵生一看起 过去给浮起来了 掺回自己的小毛屋里边 又喂饭 又擦药 没半个月的工夫 把人家病啊 给弄好了 这乞丐呢 是不辞而别 这就是六世赵生 叫存心记悟 转过天来 张道陵 召集门人弟子 一起登峰 到这山顶了 山顶这边 是万丈的悬崖 万不料想这张道陵 垫不凌身 蹭 从这悬崖 跳下去了 大家伙一看全惊了 哎呦 师父跳崖了 这赵生呢 哎 非常的稳定 从大伙说 一抱拳 众位师兄 咱们拜了师了 那就应该跟师父 小啊 师父跳崖了 咱们也应该跳 说完这话 蹭 他也跳起来了 大家伙一看 你这不是傻吗 都没动地方 只有这大弟子王长 跟着赵生 跳下去了 那么这悬崖 这个侧背上呢 生出这么一株桃树来 这桃树下边 是一块大的磐石 哎 这磐石离着悬崖上面 没多远啊 不到两米 其实摔不着 这王长 赵生 扑通扑通 哎 就掉在这磐石上 张道陵呢 正在这石头上打坐呢 哎 一睁个眼看见这俩人了 微微一笑 说我早就算出来啊 只有你们两个人会下来 啊 这就是七世召声 叫舍命从尸 这才从自己怀里边 拿出来丹药 分给两个人吃 又告诉他们成仙的诀窍 哎 现如今呢 你看很多这个武侠小说 都有这个桥段 主人公一跳崖 往往死不了 而且有奇遇 啊 要不然就是 得着秘籍了 要不然就遇上高人了 那么说这个创意最早 打哪来的 很可能就是 哎 张道陵这故事里边来的 那么据说 之后不久 这师徒三人呢 众目睽睽之下 就白日飞升了 啊 据说是这样 大伙一看都很后悔啊 哎呀 我们怎么没跟着跳啊 有人就问 说师傅 那您走以后 我们听谁的呀 张道陵说了 我呀 早就把雌雄剑和多公印传给了一个人啊 这个人就是你们的教主 说完这话 呐 上天看不见了 大家伙 你看我 我看你面面相去啊 那么说 这剑也好 这个印也好 到底传给谁了呢 咱们是下回再说